这显然你明白 这是顶 只不过这是金顶 黄金的 这是一银勺 这勺漏的 漏勺 漏勺我们生活中经常碰到 踢球的时候老碰到 大漏勺 我们讲完筷子 讲完筷子以后 人家说你不能老讲筷子 讲勺啊 说我们这个现代人要做饭的 你得讲讲我们这炊具啊 现代人注重厨房的品质 你比如我们现在人 装修 装修呢 首先要有全套厨房的设计啊 厨房要大 过去的厨房都紧嘛 现在厨房要大 有人讲究的还得分西式中式 其实那都是瞎讲究啊 一个好的中式厨房 最好的一条就是有一个好的灶 什么叫灶啊 今天就是煤气灶啊 煤气一拧 那火就起来 有的带好几个灶眼 这灶眼的火可大可小 可极微的微火 熬一宿都熬不干 也可以急冲的大火 火一定要能控制啊 今天的好餐馆的火都是能控制的 不能控制就做不成好菜 吹具啊 我们这一讲就讲的吹具 吹具的吹本身的意思是烧火做饭啊 所以我们部队就有一个叫吹事班 吹事就是烧火做饭 给这个战士们做饭 行军打仗 一定要有后面的挤养跟上 吃饭随时都要吃 尤其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热乎的 那么烧火做饭呢 它就必须得有锅 锅呢也算是一个吹具 中国啊 过去有八大传统的吹具啊 今天啊 基本上你都不知道 除了造以外 有顶啊 有利 有斧 有赠 有眼 有归 你听着这都不知是什么 这字写出来啊 基本上都不认的 不认的不丢人 我老说中国人有不认识的中国字 一点都不丢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认识中国的 中国所有的字 造啊 你看这造啊 这造这字就说明特原始 左边一火 右边一土 就是土地上挖一坑 直接点上火 这就叫造了 最初古人可能就是在这个地上点火 烧制食物 把食物直接搁到火上烤 人类在文明进程当中 发现把这个动物 动物啊 动物的尸体啊 就是你的猎物 烧熟了以后呢 容易消化 所以就开始用火烧它 那烧火的时候忽然发现呢 如果低洼的地方 比如一个坑 里头点上火呢 就比较容易蓄温 能够燃烧的时间比较长 热力就比较均匀 也比较省柴火 所以逐渐就形成了灶 这个灶就是土地上挖一坑 那么灶上面在悬挂各种器物呢 这就是吹炬 你知道这个灶啊 它会有很多余热 你比如说北方人 北方人一到冬天 这灶的这个出气孔 都是跟炕连着的 尤其东北烧热炕 这边做着饭 那边炕就烧热了 所以这个能源不浪费啊 古人就知道利用这种能源了 那么这种能源还在乎什么呢 就是比如北方啊 南方也是 都是一大锅 过去一家人就一口锅 甭管你多少人 人多锅就大点啊 我去农村的时候 一家一户的那个锅 都是小的也得有这么大 大的得有一米 这家里就一个锅 做饭 做菜 烧水 都是它 那么过去把这饭菜都做完了 锅一刷干净 光倒上一桶水 这桶水到晚上就热了 为什么热了呢 因为灶里有余温呢 过去人吃的也没现在这么油 你现在说这锅多油啊 那里头都是水上都是飘着油 没有 过去那个菜啊 真没那么油 所以一洗干净啊 把水淘出去 你知道这个锅里淘水淘啊淘啊 剩下最后那点拿吹住 直接就扫出去了 然后倒上这个凉水 余热温水 所有的能源都用尽 那么 进城以后啊 过去这个城市啊 城市最早也有灶 也有灶 后来就是因为慢慢慢慢现代化了嘛 就使用风儿煤炉子 或者煤球炉子 这时候灶就改变了 城市里的灶就叫炉子了 炉子你看没有 一火一个户子 就一家一户有一火啊 就叫炉子 那么锅呢 你有灶 有炉子就得有锅 锅过去最好的锅啊 或者说最流行的锅 乃至到今天有人认为最好的锅 一定是铁锅 为什么是铁锅呢 因为铁锅在炒菜当中 做饭当中的能释放出微量的铁元素 据说对人体非常好 后来也今夜发达 出现铝了 用铝锅 铝锅轻便呢 而且铝锅呢 你知道这个过去铁锅都很重 就咱们家用的那个炒菜锅 那个生铁的都很重 铝锅很轻啊 手铝的做蒸锅 生铝的做炒锅 大家都觉得铝好 又看着又白又干净 后来发现这铝不成 有科学家告诉你 这铝要是被你摄入 过量 你就傻了 小孩要是脑子 要是小时候老用铝锅啊 这脑子都迟钝 我过去比现在聪明 后来因为使用了一段时间铝锅 所以就傻了很多 要不然我更聪明 这铝锅后来不能用了呢 开始用什么呢 用不锈钢锅 你知道这铝锅当时不叫铝锅 叫钢筋锅 你知道它奇怪 它蒙你 我小时候都说这铝锅叫钢筋锅 说你们家钢筋锅呢 钢筋锅 钢筋锅就是铝锅 后来真出了钢锅呢 就是不锈钢锅 那么今天啊 家里的锅多 一个家里的锅 还有我看我们家 还有那玻璃的主锅 是玻璃 那玻璃不怕火 现在那玻璃都不是什么玻璃 过去一说锅 你们家就是一口锅 大铁锅 今天一说锅 那你们家的锅就多了 还有蒸锅呀 炒锅呀 是吧 还有什么不粘锅 不粘锅 你知道每个人拿回这个 不粘锅 回来第一件事干嘛呀 谁买回来第一件事 先摊一鸡蛋 在上面打一鸡蛋 看它到底粘不粘 一看真不粘 这些东西真不粘 很有意思 它为什么不粘呢 是因为它表面涂了一个 一层化学物质 这种化学物质 一开始我记得特别清楚 说这是什么杜邦公司发明的 说特别安全 后来我又看到一个资料 说这东西安全是有温度保证的 说你在250度左右 以下都是安全的 以上它就会释放出一些致癌物质 也不是真的假的 现在所有的事都是半真半假的 闹不清楚 有个专家告诉你说 说它能释放出六种毒气 两种致癌物质 全球污染 非常致命 那吓得我们也不敢使了 说它到底这个不粘锅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不清楚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 使铁锅 铁锅呢 有一点 告诉大家一个狭隘的经验 铁锅无需刷得很干净 对于不爱刷锅的人 铁锅是个福音 铁锅炒完菜到水上一冲 保留一点油脂呢 使那个铁锅 永远保持一个最佳状态 如果你又拿着那种什么钢丝棉 弄上这个各种洗涤镜 使劲擦 擦完了第二天 它准嗅一层 那反而不好使 那这个我在这个南方吃过 全征席在苏州 这个没有炒菜 没有拌菜 没有凉菜 什么都没有 从低到起都是蒸出来的 我们讲过 为什么都是全征席呢 就是因为南方江南地区 冬天特别冷 那时候的人的结婚 都是在春节的这个空当 春节的时候很冷 几百人要吃饭 你如果炒菜还没等 你端到桌子上就凉了 所以干脆大蒸锅 一上来 比如石桌 蒸十个大碗 特别热 端出来 在那个冬天 在江南的那种阴冷的环境中 显得热气腾腾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蒸 这叫全征席 那么龙屁 龙屁 现在小孩年轻的人 不一定听到这词了 都叫屁 龙屁 为什么过去叫龙屁 是因为它拿竹子鞭的 像笼子一样 它必须得有间隙 笼子就是因为有间隙 所以这个屁就叫龙屁 过去这种龙屁 它是用木头做矿 这木头可不是锯出来 是窝出来的 所以它必须用那种 很软的木头 比如东北的这个段木 我们是华北地区常见的柳木 这种木头非常软 抛成那个薄板以后 如果用水煮它加温 它可以窝过来 上面蒸的时候 不管你是做豆腐 还是蒸馒头 蒸花卷 蒸窝头 它都得搁一T布 这T布俗称 北京人俗称叫豆包布 我问过有些年轻的人说 没听说过什么叫豆包布 你没听说过没关系 问你妈去 就是豆包布 有的地方叫豆腐布 它就是用粗沙编的 过去那豆腐点完卤水以后 捞出来就搁到这个豆包布上 用豆包布把水淋出去 这就是过去蒸锅中必备的一个 一块布 就有用 那么大蒸锅 我们现在家里都是小蒸锅 就这么大点 是吧 你也蒸不了多少东西 蒸个包子 蒸个蒸饺 是吧 那么过去 我下乡的时候 在农村 那就是大蒸锅 一百多人 一百四十多个人 比一个帘子编制还多呢 就是一大蒸锅 一米多直径 好几层 好几层 蒸馒头 馒头有两种 简单的说 一圆一方 南方人有时候管包子叫馒头 管馒头叫包子 我也闹不清楚为什么 反正北方人就是说馒头 就是实心的 里头没馅 这叫馒头 圆的是揉过的 方的是切的 方的省事啊 我们做就是 弄这么长一条 然后叹叹叹叹叹 一切 直接往里一码 二两一个 过去包子的标准是 二两一个 今天的馒头的标准 一般都是一两一个 甚至半两一个 过去这么大大馒头 包子 蒸 包子不用说 各类的包子很多 最小资的包子 就是上海的小笼包 小汤包 滴了起来 汤都在里头 那吃着不痛快 过去北方大包子 这么老的个儿 一手抓五个 再有什么呢 花卷 花卷现在好像真的 我看不见 好久没吃花卷了 花卷有很多种 椒盐的 咸的 芝麻酱的甜的 芝麻酱也可以做成咸的 怎么做呢 把这面擀开 发面的擀开 擀得越薄 就越费佐料 你比如过去不擀 这个擀得太薄 太薄以后 你涂多少芝麻酱啊 割多少糖啊 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以后呢 一个切好 切好以后 两种方法 像我们这种高手 我是高手 能把这花卷做得很漂亮 拿起来以后 我告诉你 俩手这么一夹 一卷往上这么一掰 就一大牡丹花就出来了 搁替上 笨的呢 就拿俩筷子 拿筷子直接穿过去 一压 这头就冲上了 所以这就是花卷 在所有的这个面食当中 最难做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啊 是菜团子 它比窝头难 窝头就是 窝头有个眼啊 过去有个俗语 叫窝头翻跟头现眼啊 有多的眼现多的眼 是吧 就是它后面必须得有个眼 为什么不能做成实心的 跟馒头似的 因为它蒸不熟 它死面呢 而且那个玉面硬 所以呢 如果你彻底把它蒸熟 它可能就蒸翻了 就开了花了 所以它中间做个眼 这眼是大摩哥 戳到这面上 然后一转 这一窝头就出来了 菜团子非常难 在所有的这个 你的厨艺当中 做主食啊 最难的就是这菜团子 菜团子第一 好的菜团子 现在的菜团子 经常是棒子面里加白面 它有粘性的东西 过去穷啊 没有白面 直接就是棒子面 这棒子面本身没有粘性 它这个菜馅呢 又没有粘性 那时候就完全是素菜 甚至是野菜 也舍不得割油 不像现在你可以割肉 割肉它就有粘性 把这菜割在这个棒子面上 能把它团起来 蒸出来好的技术的人呢 大概也就有这么薄 一筷子薄啊 整个的一个大团子里头 全是菜 我好久没吃了 现在这东西算高级东西 有时候上餐馆去 当点心上来 过去吃菜团子都吃恶心了 为什么 粮食啊 拉嗓子 粗郁面 菜呢 没有油 也拉嗓子 不爱吃 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告诉你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最爱吃的主食 就是糖三角 俗称糖包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还有个女孩啊 长得甜甜的 姓糖 所以人老叫她糖包 这糖三角呢 是这么做啊 擀一瓶 把糖搁进去 糖呢 一般北方人都是用红糖 俗称黑糖也是 就是它棕色的 南方人有加白糖加桂花的 那太香了 太奢侈了 北方人就搁点红糖 就不得了了 把它包起来 包成三角状 也是俩包法 第一个包法 捏它 捏出来 就是一三角 挺好看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显得比较夸张 就是把这个三 大三角基本捏成的时候 拿一筷子 你看筷子的功能就出来了吧 直接插过这两大片 拿手一捏这个筷子呢 筷子底下一碰撞 上面那个就翻唇了 两个厚厚的嘴唇一翻 这边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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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三角 特别的性感 那个三角啊 看着真是不一样 这个唐三角啊 出锅的时候 有一特可怕的现象 就是流糖 你刀不好它就流糖 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啊 吃唐三角呢 知青都高兴的不行 出去上去 手就拿俩 这一拿一捏 那糖就流出来 那糖烫死你啊 顺着手流 舍不得扔啊 最后等吃完这饭 这手都烫起大炮来 都舍不得扔 为什么那时候你扔了就是你的 你不可能说随便吃啊 不像现在这么浪费 蒸还能蒸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的全面食 其实米饭也是蒸的 米饭呢 我们一般电饭锅啊 现在就叫焖米饭 焖出来的 蒸是两种蒸 一种蒸碗米水 搁那儿蒸出来 这是蒸米饭 一人一碗 过去食堂经那么干 这一碗是四两啊 一人拿一碗就是四两饭 还有一种蒸法呢 是捞饭 就是先把水烧热了 米搁进去 到一定程度拿大照例 知道什么是照例了吧 捞出来以后就是漏勺啊 捞出来以后搁在T部上 再蒸出来 这就是蒸米饭啊 还有一道菜 我们一开始说了 蒸鸡蛋羹 蒸鸡蛋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鸡蛋羹 蒸出来很嫩啊 过去人一病了 就给蒸一碗鸡蛋羹啊 现在鸡蛋羹呢 我告诉你 蒸的最好的 好吃的啊 用鸡汤蒸 肯定好吃 这个更小字调的说 搁点蟹粉 你看这讲究吧 再有的就是 说再搁点燕窝吧 再你哥俩东冲夏草 你干脆就把鸡蛋捞出去了 这就变味了 所以真正的鸡蛋羹蒸出来 就是鸡汤 鸡蛋搁点葱花 香死你 我们说了这么多厨具 吹具啊 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说是什么呢 饼铛 这饼铛啊 什么是饼铛 大家都很明白 过去的那个饼铛都是铁的 因为铁的受热 东西做得很匀 带一个小边 圆圆的烙饼 饼是一个很传统的 或者说很古老的食物 我们在上古时期就开始有了 所以你今天到欧洲去 到中东去 到处都有饼饼 也称之为囊 这个饼的这种形式很多 但是最简单的形式 就是把面烙熟了 我觉得 面包是因为是发面的 或者面包呢 它主要是要闷着烤 饼是裸着的 饼可以说这般了 露天 所以烙饼 你过去那种石摊上 都是露天的 一会儿一张 一会儿一张 是吧 过去每家每户都有一饼铛 这饼铛呢 这些年出了一个东西呢 是一家电的 省事 那东西温控 特别方便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饼铛跑到这个市场里 叫电饼当 我听好多人说那电饼当 我说什么电饼当 一看 不就是饼铛吗 说这不是写一电饼当吗 你知道这字就念铛 以后到这个超市啊 买电饼铛的时候 千万不要大声喊 说我买一电饼当 不够丢人的呢 那么这饼铛啊 饼为什么好吃 是因为它均匀的糊了一下 这糊的东西 如果是米 那就叫锅巴 对吧 过去焖饭 底下锅巴最好吃 我在这个农村的时候啊 晚上有时候 饭都做完了 然后用那大铲子在那锅底下 因为那锅大呀 你想一人吃半斤饭 那这个一百多人 这一下就七不十斤米 铲出来 那锅巴都厚 咱们家里的锅巴不行 因为锅小锅巴都薄 那个厚锅巴 这么厚的时候 尤其这个脆的时候 非常好吃 我们有一道菜 有一道菜非常有名 就是用锅巴做的 叫平地一声雷 锅巴肉片 锅巴海鲜 放什么都成 放什么放什么 但就是用锅巴 新鲜的锅巴 从锅里起出来脆的 然后做这种调料啊 里头割多少好东西 都不嫌多 往上一浇 哗一声响 这就叫平地一声雷 有的做的 我记得原来做的好听的 还叫过桃花饭 因为那上面 那个比如夹西红柿啊 它红的 哗 它泛着 这个水花 我们跟饼称 有点接近的一个东西 叫奥子 奥子呢 是指啊 有点像饼称扣过来 但是呢 饼称扣过来啊 饼称是平底的嘛 所以有人称平底锅 这奥子呢 是有点弧度 我们使它干嘛呢 摊煎饼 煎饼也是两种 一种硬一种软 我们今天在这个 每天早市上 各个城市 早点最多的 就是摊煎饼 为什么 好看 卫生 你看得见 这点面拿出来 在那叉一摊 然后您要什么 要点 你喜欢吃辣 搁点辣椒油 各种酱 葱姜 没有姜 葱 葱花 然后呢 搁上炸果子 搁上你要鸡蛋 要一个要俩 人都问你 最后一卷 拿着上班去了 好吃 这是软的 硬的是什么呢 就是山东那种煎饼 它做完了以后 往那一折叠 当刚摊出来 也是软的 一晾凉了 就是硬的 那东西是干粮 你待着一年 它都坏不了 那东西可以救命 过去 我们怎么 赢的这个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就是靠这煎饼 带在身上 什么时候 急了 找个大葱一裹 就吃一口 香的不行 这东西啊 就摊煎饼这锅呢 就叫凹子 因为它没有锅盐 它往下的 这奥子呢 这个可能是从熬来的 熬就是个大龟嘛 也是这种形状 六七年的时候 泰安就出了一个 一个出的文物 当时呢 他有一份 这个分家的契约 这契约就说 载有呢 就上面写 奥子一盘 煎饼二十三斤 那说的很清楚 蒲松林的煎饼副理 就把这事说的清楚 怎么做煎饼啊 蒲松林就是山东人嘛 怎么做煎饼 这个奥子是怎么回事 他说的很详细 有机会你愿意看 你就去看看 这种奥子呢 其实在北京也有 北京过去呢 现在也有 就是烤肉丸烤肉计 它这种烤肉啊 跟我们想象的烤羊羊串 是两回事 烤羊羊串是在 这个明火中来会烤 碳火中烤 它这种烤肉 就是一个倒扣的锅 这个锅的弧度还比较大 这肉搁上去以后呢 实际上是翻炒 翻炒 速度要快 如果你速度一慢呢 这就掉下来了 所以当时吃的人呢 都没有人坐着吃 多热呀 都站着 踩一条凳 一条腿踩的上来 那过去吃肉 这么足吃肉 是很有钱的事 把钱一交 直接拿着筷子 这手拿一盘子 直接就在这个 扣着的这个锅上 吃这烤肉 现在你要到 烤肉计烤肉碗去 你说药盘烤肉呢 基本上都是炒好了 给你拿上来的 烤肉计烤肉碗 北京这个名吃 基本上算是炒 但是它的炒呢 由于它不是用锅炒 它炒的比较干 它就像烤肉 我们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中国煎饼进了美国 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留学生 跑遍了纽约的大街小巷 做了很多调查 他发现 因为我们也去过 在这个国外流动餐车 还是一井经常排队 尤其这个旅游胜利 它的这种都是各国的美食 比如墨西哥的卷饼 韩国烤肉 土耳其炒饭 意大利面条什么都有 法国面包什么都有 但就是没有北京的这煎饼果子 然后这个人 我看过那个小片 这个人就跑到天津山东 北京到处去找 去自个尝试 去人家学 最后把它美国化 什么叫美国化呢 就是 就是佐料不一样 每天熬制的这种酱料 辣椒油都是自个的 美国那辣椒油 都是墨西哥味的 都比较生 生生味 那辣椒特生不香 熬制那个酱的 都有点甜跟我们的甜面酱似的 所以呢 他就发明了啊 把这个中国的什么公报鸡丁啊 牛排火腿肉松啊 什么红烧肉等等这种馅都弄好 最后拿煎饼一裹 你知道吗 他就罚了 就罚了财了啊 据说这种 现在这个叫飞天猪啊 飞天猪煎饼啊 在这个曼和栋开张啊 我看到说很快就被媒体报道 每天都排队啊 营业额也非常多 这小公司现在已经发展的不错了 据说要把它做成世界级的连锁店 我们希望有那一天的到来 把这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给挤一边去 咱别把人挤得死 把人挤一边去 我们全世界的卖中国的煎饼 有一百个口味可供你挑啊 在中国做一百个口味 一点都不新鲜 那么我们说了半天 这个这个炊具啊 老说的这个锅呀 这个饼铛啊 什么等等 那我们还得说说这个炊具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刀 刀 中国这菜刀都个大 个大 那切起来都这样 你知道怎么切吗 这手不能 手指都不能往前伸 你为什么好多人切手指 你手指都往前伸 过去都拱着 这么按着 按着所有要切的食材 你怎么切都切不到手上 这刀宽呢 但是你就是这么着 你用那个日本刀 西洋刀 那刀都窄啊 你切着就不行 所以我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刀法呀 真是看的眼花缭乱 咱受不了 咱都是大刀 所以我年轻时候学厨艺的时候学过几天啊 还都是 我今天实在没工夫给你表演了 就是这么切 就是蹭着这个手切 中国这刀什么都干 外国刀都分工明确 中国这刀啊 大菜刀过去剁骨头 咣当一刀下来 哎呦一看又稍微有点卷 杠两下也没事了 毕举中我们讲了这个各种锅呀 菜刀啊 还有个东西我觉得应该讲讲很有意思啊 这东西叫照理 你看那照理这俩字怎么写呀 俩竹子头啊 一竹子头一个爪 一个竹子头一个梨 这东西叫照理 那就说明最初是用竹子编的 因为竹子竹面能披得很细 所以它就可以编织出像蜘蛛网状一样的大照理 这照理好使啊 我过去使过 捞饺子啊 一百多人吃饺子 那一下去就好几百个 啰一下 轰就上来了 现在呢 都是金属的 有那种铝的 打眼的 全是眼 那捞的时候那水滴了拉 且滴不干呢 这种竹照理后来就发展成铁丝编的 用铁丝编的大照理 这么老的个儿 一根达木饼 中间有这个粗的铁丝 拉成骨架 然后一点一点编出来 这种铁丝编的照理啊 吝水特别好 就是你不管捞什么 哗的一下 它就捞上来啊 特干净 立刻就就干了 过去有个邪和语啊 我们常说 你们不会说 这个邪和语不是太牙 它叫吃铁丝 拉照理肚子里编的 就这意思 那铁丝那个照理是拿铁丝编出来的 那么这个照理啊 就是今天啊 这种铁丝编的照理 谁还用呢 广东师傅最爱用 你看广东师傅啊 广东师傅在炒菜 旁边老有一个照理 为什么很多东西油炸完了 哗一倒 或者从油里哗就坏出来 有的东西它要实际割的照理 你比如我那时候啊 30年前 北京人吃饭都是 所有的菜 严格说都不是炒出来的 都是骨头出来的 所以当广东菜馆开馆的时候 我们家门口有个小馆啊 它开始引进的是 这个广东菜 它有一个菜叫这个清炒生菜啊 炒出来啊 那个菜又又鲜亮又好吃又脆啊 回去以后呢 后来就发现菜市场呢 有卖这个生菜的 我们就买回来 自个儿再加炒 每回炒那菜都是塌的 然后这个一锅汤啊 那个生菜因为太鲜嫩 一受热马上就出水嘛 所以又是水又是汤又是菜 上来以后也不好看 吃着也不提气 然后就到人家那偷意啊 就说因为老去吃嘛 就看人家厨房 看人家厨房也没看出什么道道来 就问师傅说 说师傅 您炒这生菜怎么跟我炒那不一样 我炒这怎么那么多汤 您炒这怎么没汤啊 那大师傅说 我有绝招 我说您什么绝招 他说我上菜前 把那汤都拎出去了 我才发现 这大师傅炒这菜的时候呢 炒完了以后 他不直接上盘 炒完了哐当就到这罩里了 那哐当就套在盘里了 动作极快 就这个盘子搁这 炒勺 生菜炒完了 哐当 第一下是这 第二下是这 是一个动作 连贯而成 就这一下 他把汤全拎出去了 我们哪懂啊 我们过去都认为 这炒锅里所有东西都得上这盘子里 所以你炒出来的菜就不好看 我们谈了半天 吹剧啊 没谈厨剧 厨剧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要接触的 你生活中就这些啊 你不管使得多么咸熟 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厨艺呢 你还是做不好饭 中国人 学炒菜 第一个菜不用问 一定是西红柿炒鸡蛋 或者说鸡蛋炒西红柿 反正就这菜 这个菜我会炒 我还有绝招呢 我先给你们简单讲讲 西红柿炒鸡蛋 有三大流派九大支派 外加一野鹿子 所以每个人学 你别以为鸡蛋炒西红柿是个很容易的菜 你想这三大流派就够你一学 是吧 我就会 只不过我们今天呢 只讲厨具 不讲厨艺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说 官府猫揭秘官府秀 我们拿了几个象征性的东西 比如这是一个金的 顶 这顶为什么那么夸张呢 足那么高呢 因为它是个象征意义的 这是黄金的 什么时候的呢 元朝的 从文样到饰样都是元朝的 这个顶的长足 就是要求底下是架空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方顶还是元顶 这个足都要有足够的长 底下是因为可以加柴烧热的 顶 三足顶立 就这么个意思 元顶一定三足